中文明 《維新宿》 《新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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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童樂會 歡迎我的好朋友 資深影評員 喜關傑 嗚呼 大家好 童文好 各位聽眾朋友 直播見朋友 大家好 欸 最近 我們今天的主題 居然叫做 不怕巨荒 只怕追不完 所以最近是很多劇 可以看是不是 就是電影本身也多啦 然後劇也多 但這個就是 就是現階段各個不管是拍電影的片場 或者是各個串流平台 他們都為了自己的一些盈利啊 當然都要想辦法多做一些有話題的案子 我下次還就可以講一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近期也算是大家都會看的一個案子 什麼 寄生獸啊 我好像有聽到 他不是那個漫畫還是什麼呢 他是漫畫 但是韓國韓國這一次的改是一個全新的劇情 我們下次再聊 因為我才看兩集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要講的幾部劇 有傷魂 對 傷魂已經完結篇了 沙漠大冒險 還有不夠限量的我們 這個最近一直在臉書上都有看到 那當然也有一些強檔新片 等一下我們也會講 那我們就先來講傷魂吧 對 因為傷魂才剛上週完結篇嘛 我相信這個應該蠻多人都知道 其實他是一個根據台灣的一個知名企業的創辦人 林登先生的一個故事 他就敘述了在50年代從日本的就是日劇時代走到國民黨跟就是來交接政權之後 台灣的一些民間企業的一些動盪跟跟黨國之間的一些狀況啊 我覺得其實他都拍的蠻到位的 據說你大推啊 我看的時候就蠻激動的啊 你說什麼台劇規格天花板越來越高嗎 對天花板就是我講的那種天花板是整個製作的production value這種感覺 他確實是一直又把這個整個不管是美術啦造型啦一些細節上 確實在這種環節上都其實我覺得這幾年台劇 我知道已經比較少看台劇你看笑的多麼的真誠多麼的浪漫 我沒有很少看但是我看了之後都覺得嗯啊嗯啊好 那我覺得我今天講這兩個案子你可以再嗯啊嗯啊看看一下 真的嗎 對那三文是因為他也蠻短的他才八級而已 所以你如果認真追起來的話不管你是在myvideo或是中華電信的MOD 你去追其實他還有民視跟3D也有播啦 所以你可以看的廣度蠻多的 那這一齣確實是在敘述50年代這種蠻動盪的時代底下 這個林燈如何率領的他們這些水泥零售商們 能夠在這種動盪的時代當中能夠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出口 所以林燈據說裡面除了林燈是這個這個名字之外其他都是杜磚的 嗯對有有點修改那其他都是有有有有有原型 有原型人物的所以其實你在看第一集你就很想要去找這個原型人物啦 嗯好那先來講他的故事背景到底是什麼 就是50年代剛剛國民政府來台灣交接政權完畢之後 因為要發展一些食業的關係 這個案子裡面講的都是水泥業嘛 那所以加上國民黨要土地 所以當時就派林燈跟故事當中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黃鴻達就是由李國毅飾演這個角色 就派他們兩個說 啊你們兩個去跟財主看誰捐最多地出來 然後反正你是捐地 那可是我們就換公司的股票給你 哦 哦 這種概念 哦 了解了解 那國毅就是什麼會有人就是看不見嘛 我感覺說我是去給國民政府祈福嘛 對不對有些人就會這樣覺得 所以 不會啊因為股票很好啊 沒有因為那個時候沒有 那在那個年代沒有大量的交易 你持股你要轉賣都很困難的 哦 真正持股可以大量開始買賣都是 到我們那個小時候的事情 都是八零年末期 那個時候才開始有證交所成立 嗯 對啊 對啊所以你在你要拿一個股票 你會拿30公斤你怎麼撞得住 哦 很難便宣那你怎麼辦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拿在手上的股條 對啊 但是跟錢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些地主就覺得說 我被騙了這樣 我拿這麼多地主啊 你要換給我什麼 其實等於說 我另類是跟國民政府有一些 有一些私底下的往來啊 特許的概念啦 所以林登這個角色就是他覺得說 我既然已經說服了人家大地主來捐地 那我也想要來競選一下裡面的高層嘛 結果發現 其實就是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發現這個權力遊戲真的是 並非他想像的這麼低單純 嗯 然後到底這個水泥公司要怎麼的營運 能夠順利的脫穎而出 因為在故事裡面他有蠻多敵人的 然後加上在受命於國民政府來監督的將軍們 因為在當時其實蠻多這種民營企業 都有將軍當一個顧問 那這個將軍就是在傳達黨的意思 其實這個東西的概念跟現階段 共產黨在中國經營的企業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一定要有個黨的人在裡面 看你那個思想有沒有純正啊 看你我就要奉命黨要你叫什麼 做什麼你叫做什麼 所以當時故事有幾個很大的高潮轉折 就是要你增加增產水泥 就增產水泥過程當中 你發現你的水泥光是要賣給零售商都不夠賣 為什麼 因為有了烘台價格 把水泥拿去黑市買 裡面還有一些日本人的元素 所以是蠻適合在看 當成是一個企業的商業公鬥劇來看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好所以這裡面的演員 是台日都有 有 而且我覺得傅孟博演這個林登 就是有班的啦 有班啦 所以我覺得他蠻有那種 選角上選的蠻正確的 嗯 而且田中慶惠也演得不錯 有人說有些劇情不是很合理 不是很合理 千金小姐在外面還有情夫 這哪裡不合理 這個你不知道而已 沒有不合理 人事件沒有不合理的 所以這是西關節推的第一部 《傷魂》在中華電信MOD 跟Hummy Video都有 等一下回來繼續喔 今天藝文童樂會西關節 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剛剛追劇追起來 先跟大家講了這個 呃台劇《傷魂》 接下來要講的這個呢 我剛有為西關節算不算是 鳥山明老師 他在離世之前比較新的作品 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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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案子就是 Sandland 這個案子現階段正在 Disney Plus上面熱播當中 然後蠻可愛的 因為他這個從他2000年的一個 一個短片的漫畫延伸創作來的 然後這一次從原本 因為他那個時候有做成動畫版 動畫版的電影 然後又在這一次呢 又把他加入新的劇情 所以後面幾集呢 他前面講的惡魔之子啊 就是各位 如果你現在正在直播間的話 你就看到那個 有點像粉紅色 然後頭髮都聾起來 那些就是惡魔之子喔 然後但是他那個 他這個惡魔之子 他說我跟你講喔 我很壞喔 然後旁邊就說 你有多壞 我跟你講 我都很晚睡覺 嗯 什麼什麼 他說我很晚睡覺 而且我很壞 我尿尿30次 只有一次沒洗手 就這種 你覺得這哪裡算很壞 就這種很弱智的 很弱智 很弱智 其實他很乖啊 然後他又很善解人意 但他覺得自己都很壞 我超級壞的 我打電動都不會停下來 我一天打電動都只有半小時喔 我覺得是適合呱呱看的吧 我覺得是 他在裡面怎麼那麼好笑啊 對啊這個惡魔之子就是 他就是 就是覺得他很壞啊 但其實他都很可愛啊 然後他在後面 後半段還遇到一個天使 天使的小孩 那天使的小孩就是 看起來就是很可愛很漂亮 但其實他才是真的壞 然後這個惡魔之子 他其實看起來壞壞的 但其實他是很可愛 就是他其實有蠻多 那種做好反差的 然後前面一大段是在講 惡魔之子跟著那個 沙漠的保安巡邏員 去尋找水源的過程當中呢 他發現這個國家的水源 被國王用謊言控制著 所以他們在前半段 有一場坦克大作戰 我真的很好看喔 還跟你講說 我坦克要怎麼去跟對方 然後怎麼走啊 然後找什麼角度啊 然後怎麼轉彎 避免被他轟擊這一類 前半段講那個坦克大作戰的過程 其實都覺得很有趣 他很適合小朋友跟大人一起看 而且我認為好看的原因是在於 他讓我感受到最早期 如果你是小朋友時代 看七龍珠 最前面那一段 就是尋找七龍珠的過程 我就是尋找七龍珠 我後面的反而沒有看 對 後面的反而 就是後面的那個 就是進入那個天下第一武道大會 比賽的時候 我跟你講雖然說 對很多人來講 他那個動作 劇情就有點乏善可成了 就是不斷在打架啦 然後練功啊這樣子 不斷在變身 對 可是因為當時 當時就是這一種漫畫 確實格鬥漫畫 是當時的一個主流 所以鳥三民才後面越化越離譜啊 就是後面什麼超級賽亞人啊 然後碰 然後一個地球就爆炸 這種有沒有 那但是這個案子 就讓你感受到 最前面 最前面 他們在找龍珠的過程 冒險的那種節奏 然後都有點可愛 都有點笨笨的 好 那這是在Disney Plus 你說他十三集對不對 這個叫做Sandland 的Series 那他十三集是一次上的嗎 還是一集一集上 我已經要看了 我會問這種問題 就是要看的意思 我看的時候看到10 9還10 應該還沒有到晚 他應該你最近看應該晚了 對 而且他一起才20幾分鐘而已啊 真的是給小孩看的耶 對啊 就是可以一起看的那一種 你會覺得哈哈哈哈好好笑這樣子 好 我要給咖咖咖咖咖咖咖 好 這個是沙漠大冒險 Sandland 那再來就是不夠善良的 我們最近一直被洗版 對 這個才剛熱播的 你們挑了一張 反正是賀君祥 站在中間的照片 對 總之 不能 他不是主角嗎 對 他是主角 那你覺得應該是 林依晨跟徐瑋寧 對不對 為主 也不一定 因為這張看不到 那兩個女主角 只能看到賀君祥 講在裡面的造型 我跟你講 洗淨千華 喔 真的嗎 我第一時間認不出來 喔 我想說這個是誰 後面看他就說 啊 對喔 他是賀君祥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賀君祥的頭髮 是有一點長髮 對 他在裡面是平頭的概念 喔 就是真的是非常中年男子的風格 那有人說這是今年台劇粉最期待的劇集之一 為什麼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因為會在4月30號前播完 所以他完全符合 我印象是這樣 他符合今年報名金鐘獎的一個條件 所以本來大家都講說迷你影集 單元大概有幾個片入圍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就突然現在殺他殺出來了 我現在有點緊張了 就是 因為去年我們講最好的一部迷你影集 大家公認啊 應該沒有沒有懸念八尺門 應該沒有懸念吧 八尺門 八尺門才去年喔 對啊 我怎麼覺得好久了 因為你每天看很多案子 你就覺得時間過得比較快 真的嗎 不可能啦 八尺門是 八尺門沒有爆到去年的 沒有 他剛好是去年金鐘班的時候上線的 所以才會覺得這麼久的感覺 天啊 日子過得 我怎麼覺得八尺門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沒有 八尺門是今年迷你劇集最夯的一個案子 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這一部可能要跟八尺門強蹦 你覺得這一部也是這麼精彩就對了 至少目前就看這兩集來講 這個案子應該 如果他順利完成今年報名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有好幾個獎項上都會有咖啦 真的喔 那他到底講什麼到底 到底 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就是 這種 30歲以上的人看都很有感覺的 他第一集講的是林怡辰 第二集講的是徐玲林 我猜第三集應該是講賀君翔的 我猜啦 所以他們是一集一個角色 我猜我不確定 因為我才看了兩集而已 我沒有問導演徐玲林他到底怎樣規劃 因為他也 我印象是他八集而已 對 這邊有寫啊 總共八集 4月6號開始在MyVideo 對還有公視 還有那個公視上架 對 MyVideo 沒錯 那總之呢 第一集先讓你看到 林怡辰是一個社會新鮮人 然後他去公司報到時候 來迎接他的營業部的主管就說 欸真巧 你跟我們那個行銷部的某某某 童年童月 童月童日生沒有童年 嗯 他講說喔 那個行銷部那個跟你差幾歲這樣子 嗯 接下來呢 時空一跳 就跳到林怡辰 已經是嫁座人父 他在跟他兒子相處的故事 嗯 他呢 就開始在尋找 另外一個在社群上的朋友 他說欸這個人不就是那個誰嗎 不就是當年 那個跟他同業同日生的徐惟寧嗎 嗯 他就很好奇徐惟寧過什麼樣的生活 哦 因為時間有 有跳來跳去 嗯 嗯 原本賀君祥 一開始在辦公室談了一段辦公室戀情 就是跟徐惟寧 哦 但是兩個人在辦公室戀情 是非常的低調的 嗯 結果一個不小心 居然被林怡辰發現 嗯 然後林怡辰就開始想說 那你要怎麼 你在辦公室談 辦公室戀情要很小心啊 什麼什麼 前面看喔 你就覺得林怡辰 很清純 他怪怪的嗎 對 哦 哦 那讓我們先 因為觀眾還沒有看嘛 我們就先不講破這個結構 剪接上的結構 我覺得他 因為剪接是我朋友剪的 我還特別問他 你們這個剪 剪接 因為他剛好這次的剪接 跟故事的一個穿插 他前後前後前後跳 就跳來跳去的那種 對 但是他前後前後跳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 老實說啦 我們先講一個有趣的心理現象 在社群網站上 很多人關注你 關注你的一言一行 有些人真心是你的朋友 我想你應該分辨得出來 但是有些人 是來看你笑話的 有些人他是抱著一種窺探的 窺探的心 而且他在找什麼時候可以酸你 對 跟什麼時候我就是見不得你好 嗯 你懂那種感覺嗎 我懂我懂 這種很細微 但是 好惹人厭喔 對 他很惹人厭 沒錯 好討厭 你搞得我現在渾身不舒服你 這個故事有一部分在講這個東西 所以他在講 這個title叫做 我不夠善良的我們啊 然後你說現在才兩集嘛 對 他一共八集 那你覺得這兩集 已經讓你覺得 那個 跟你講啊 那個鋪塵那個味道有出來了 徐偉寧跟凝塵都是很會演的啦 嗯 好 所以這個不夠善良的我們現在正在已經開始演了 大家可以看齁 那再來就來看看搶檔芯片 你只剩下五分鐘 你要講 叮叮叮叮的哥吉拉 對不對 哥吉拉與金剛 等一下這個 這個poster是上一集的 這是上一集 他們兩個不打不相識的過程 這一集就是已經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打過一架了 是兄弟了 嗯 對 我們算是 我很愛哥吉拉與金剛的上一集 我們算是 心心相惜 我覺得 我現在氣不起來 但是我彷彿上次有看到眼眶泛紅 到底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會有人看 哥吉拉的眼眶泛紅啊 上一集很感人耶 最後 滿好看的啦 對啊 上一集光是那個哥吉拉 每次都 從那個尾巴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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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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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리고就要噴我 我覺得上一集的哥吉拉與金剛 讓我有感受到就是他們的人性 我來幫大家總結啦 這一集簡單來講就是他們兩隻 各自在各自的世界 金剛在一個中空的那個世界裡面 遇到另外一隻8加9的怪金剛 然后那只怪金刚又同时会用某种方式去囚禁的一只上古远古神兽 总之那只八加九金刚就是带着那只远古神兽来破坏 金刚发现他一个人赤手空拳 难敌这个八加九金刚跟那只上古神兽 所以就请戈吉拉来帮忙 那戈吉拉就是来助他一臂之力来一起打 有人说这一集的主角是金刚不是戈吉拉 正确来说是 这一集比较多的篇幅是在讲金刚在那个中空世界的一些生活 不过金刚我也很爱 以前我也是每一集金刚都看 我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 这很默默 不会啊 为什么你要那个怀疑你自己喜欢看什么片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片 你不是跟我讲我都没兴趣吗 但这种片就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些闹片我就没兴趣 对 但这个就是 但我觉得戈吉拉跟金刚系列我都很爱 有感情的动物 对他们有感情 他们是有人性的 对 好 那最后也来看一只动物 对这只动物很可爱好不好 功夫熊猫 功夫熊猫到了第四集了 哈哈哈 我跟你讲这一次呢就是功夫熊猫 他要收徒弟的概念了 因为他前三集不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英雄之旅吗 这一集就讲说他这一次要收了一个 呃 类似徒弟的概念 好 然后他也要明白自己成为一个老师的过程 哦 所以其实这一集有他可爱的地方 同时呢又遇到了一个坏坏的 的一个类似变色龙 好 变色龙这一次在台湾的国语配音版是陈美鳳小姐配音的 嗯 哦 然后就是你懂吗 就是那种 我觉得这片的那个动物的那种打架的过程 真是很精彩 这也是功夫熊猫在这整个系列里面 呃受人喜欢的 然后这些动物又科幻 我跟你讲这个片很多很笨的情节 很笨又好笑的情节 嗯 就是这种这个系列的一个特色 对啊 这也是适合你带小朋友去看的 有啊功夫熊猫谁没看两遍以上啊 就是前面我也看啊不知道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第一集吧第一集我至少看两遍 第二集也有看 都有看啊 拜托当年小孩还小的时候 你也只能看这些电影啊 你没有太多别的电影可以看 这算是好看的啦 就大人看了也会觉得好看 因为他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个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 3月27号就已经上映了 功夫熊猫猫4也是4月4号就已经上映了 就是上个礼拜的春假 对都可以在电影院看得到 对请大家来电影院大一幕看 哥吉拉与金刚 那个段真的是很好看啦 哥吉拉与金刚一定要去大一幕看啦 欸你今天都没有讲韩剧耶 最近韩剧也很多不是吗 欸我跟你说 就下次再讲啊寄生兽啊 我前阵子看了你上次推的 你说哪一个 杀人者的难堪 啊那个很好看 很好看 很好看 真的 很好看真的 不是可是前几集我看的有点害怕 因为我是半夜一个人在看 然后他就有一些 前两集一点点 后面后面就开始有幽默的地方 就是那些 对对对 其实其实真的 还蛮好看的 很厉害 其实是厉害的 他的那个编剧编的很好 拍的也很好 没错没错 杀人者的难堪是蛮优秀的 因为他没有讲韩剧啊 我要帮那个 不过这一部他曾经讲过了 对 在那个他 那你最近有在看什么 就跟你讲我刚才看那个寄生兽啊 哦 那我还有在看电视 Plus几个 几个作品啊 那你有看泪之女王吗 没有 没有我还没看 你为什么用一种姨母笑的脸 没有哦 我跟你讲那部我真的追的很慢 因为他现在是没有什么 我对于剧情没有任何期待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因为我本来今天还要讲另外一个 就是大指挥家 李英爱那一个 那些时间有限就算了 因为那个也是十几集 我花了比较久时间慢慢把它追完 好看哦 因为我是李英爱的粉啊 所以我就会看 这个大指挥家正在Disney Plus上面上架 对 有人说想看难堪 但小孩都在家不敢看 前面真的不太是很恐怖 连我都怕呢 第一集第二集有一些那个 雪星的画面啊 雪星还有 没有恐怖啊 没有还有 就是还有那些死掉的人都会一直跑出来 对对对 其他他的剪接手法都蛮厉害的 我觉得好可怕 我有被吓到 所以那个真的是十六加 是好看的 那个是十六加 是好看的 对 所以那个 呃 《雷之女王》为什么出现影母校 我只是纯粹就是我对他的剧情 没有任何的期待 但是我就是看 帅哥没有 金秀贤好 刚拍的很好 这样 金秀贤保持得不错 下一次 西关姐来再跟我们讲讲他现在在追的 谢谢西关姐 就爱点你 U F 哦 请不吝点赞